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自己的内心的广阔空间发现自己的财富 大脑不单止自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而且令到我们调节自己适应生活 同时被行为指出方向 美国心理学家马尔茲将这个过程叫做心理控制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认为人是机器 刚相反人是控制他自己的机器 所以无论你身处任何境地都是自己的选择 一切并非命中注定 在生活中我们不单只享受成功的甜美 还会品尝失败的苦劫 如果你回忆过去的成功 你就会换起今天成功的信心 如果你回忆过去的失败 并不可以自拔 那你就会毁掉自己了 如果你失败了 你曲解了自己的形象 你延满你自己 不相信自己 你就不可以正确地引导自己 而那些成功人士从来不贬低自己 他们总是会理性地抬高自己 因此你也应该在最佳的时刻认清自己 直到这一切成为你的基本人格 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甘勒从阿拉巴马的白鸣汉 开车前往墨西西比的梅地安 第二天的清晨 他必须赶到梅地安 由于条路还没收好 甘勒只好将车开进服务站寻求帮助 直班的人告诉他一条最佳的路线 而且画了一张图给他 直班的人还说 只要按他标注的路线逃走 就肯定可以提前到达梅地安 甘勒完全按他的指示开车 但一个小时之后 甘勒发现距离梅地安 被他问路时远了45英里 很明显是有人指错了方向 在你身上 是不是有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如果你身无分文 碎头喪禧 你在家庭和事业上都很不如意 我们有理由相信 那肯定不是你愿意的 这个时候 日美抱怨命运总是将不信心的事物 散播到自己身上 是愚人之举 因为抱怨对现实而言 是无罪于事的 这一刻 你应该仔细地思考这些问题 我为什么不成功? 我为什么景欲会这么糟糕? 事实上 很多人都曾经想过 但得到的结论几乎是相同 条件有限 相当一部分人 极容易将自己的失败归序于客观世界 而不愿意作为内心的反省 他们认定是条件限制 于是就认定自己难以改变命运 殊不知 一旦内心的这种消极情绪 占了上风 自己也就选择了失败的宿命了 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无论你身处任何景地 都是自己的选择 的确是这样的 你固然可以偶尔让别人为你指路 但是你为什么不去购买道行仪 或者是指质地图作为交队 核实一下你的前进路线? 正确的做法是 静心自省 说不定 正是有人为你指错了路 进而对你造成消极的影响 而导致你处境不如理议呢? 有个智者初逢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面容潮水 她无穷尽地向智者抱怨着生活的不公 刚刚开始的时候 智者都有一点不以为言 但是很快就沉入了她洪水般的爱上之中 那个女子说 从刚刚开始 我就知道自己这一世不会有好运气的了 智者问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小时候 一个导师说过 这个小姑娘面相不好 一辈子没有好运的 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 当我找对象的时候 一个很出色的小伙子爱上了我 我想 我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没有啊 于是 就匆匆忙忙地嫁了给个走鬼 她生得很丑 我以为一个掌上丑陋的人应该多一点爱心应该会对我好 但是衰运就从此开始了 智者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会有好运气? 那女子固执地说 那个导师说 那个导师说过的 智者说 或者不是厄运在追逐着你 是你在制造着它 当幸福向你伸出双手的时候 你将自己的手掌藏在背后 你不敢和幸福激掌 但是 厄运向你一眨眼 你就逼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看来 不是导师预言了你 而是你的不自信 诱发了灾难 那女子看着自己的双手 慈意地说 我曾经有过幸福的机会吗? 智者无言 美国某位知名的作家曾经说过 你不是别人 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有智慧的人会选择好自己的命运 在行走人世的过程中 虽然会出现一些 我们无办法控制的情形 让我们陷入逆境 甚至在绝境之中 也都要坚信自己 有股内在的力量 可以达成自己所希望的情况 获得想获得的东西 做自己想做的事 掌控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 也都只有那些勇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且坚信 我不是生命旗盘上的族的人 才会将好运 吸引进自己的人生当中 请不吝 llam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